都到極了嗎 來 盡快就做了 我的課錯過前面後面就聽不懂了 每次都這樣 各位同心注意一下手機 看有沒有關機音和關機 好 謝謝 來 這是夏天的下午 很好睡耶 上過台灣史的請舉手 台灣史 我的課上過的請舉手 請放下 沒有上過請舉手 也很多耶 一定要補台灣史 要不然這個課就錯掉很多部分 來 第一張 slide 小孩子 這是什麼 這有傳你怎麼講鴻來 這有傳嘛 還有海 還有 只看著鴻來 因為這個比較大聲 鴻來 沒有錯 下一張 會記得喔 鴻來聲音那樣 我是一個畫畫老師 我很喜歡 啟發小孩子 觀念 這是一個學齡前的小朋友 我剛才看那個鴻來 他要把那個鳳梨 我有一個課叫做跳躍心思考 就是你頭一項我給你鴻來 你就對這個 想成第二個東西 聯想 第三個圖 根據第二個再去聯想 一直跳下去 走越多越好 這就是那個小朋友 在二十分鐘以後畫完 他學齡前 小學都還沒上喔 但是這張 鐵非常重要 那是一個 將近是天才的小孩子畫的 請問這裡面有幾顆鴻來 他畫了幾顆鳳梨 我給大家幾秒鐘 看完以後我要問問問題 好 認為這裡面只有一個鳳梨的請舉手 像一顆鴻來 你只能看到 這裡面有沒有看到一顆鴻來的 請騎手 沒有 只能看到一顆鴻來的 沒關係 你騎手就好 不用說 你騎手就好 有看到兩顆鴻來的請騎手 好 請放下 看到三顆請騎手 看到三顆以上的請騎手 喔 這麼多 那我再問 看到五顆以上的請騎手 OK 好 請放下 好 來 大家都會同意一件事 這是鴻來 有沒有認為 唯一看到一顆的 是八顆的有沒有 只有看到這顆 對不對 好啦 那下一個是什麼 因為這是跳躍性思考 所以小孩子第一顆沒有這顆 算是有的不錯 他馬上聯想成什麼 有人可以回答嗎 他聯想成什麼 他聯想成什麼 他聯想變成什麼 沒那麼快 這裡有一個 太陽 對 太陽 請問 鳳梨怎麼會變成太陽 不是顏色 不是顏色 他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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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削皮 他都完全整顆 蛤 那個為什麼會變成太陽的旁邊 一根一根 不是他的想法 他怎麼看 他的想法怎麼樣 我們要試圖去瞭解他的想法 上面 那上面是什麼 上面葉子為什麼會變成到旁邊去 要想不 你要解釋 從外面看 有 有人講 兩個位 從上面往下看 當你的觀察角度換的時候 他才可以看到太陽 你如果還是維持這樣看 鳳梨看不出來 但是你這樣看的時候就看不出來 原來就是 哪有好處 對不對 有了這一步 才會有這一步 對不對 鳳梨先化成太陽 太陽之後換成什麼 維晶 對這個換成維晶 表記什麼 這本來山的旁邊 現在 叫在裡面 對不對 鳳梨也是這樣看 他就聯想 你不能聯想成 你要聯想成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 譬如說太陽之後 維晶 你怎麼知道是維晶 你們是根據什麼看作是維晶 數字 數字 一二三 誰還有多少 多少 多少 27 怎麼知道這有維晶 我說一天不一定24小時 一天為什麼不是30小時 一天為什麼不是10小時 為什麼20小時 有沒有想過 我們有想過嗎 為什麼一個小時是60分鐘 為什麼不是100分鐘 一分鐘為什麼是60秒 為什麼不能50秒 有沒有想過 是誰規定的 為什麼全世界人都這樣子用 你有想過嗎 要想 時間從什麼時候開始算 人類是什麼時候開始有時間 沒有人類之前有沒有時間 有人之後是什麼時候開始有時間 你都要去想 不要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就是認為理所當然 這樣你就想不到 我這堂課是跳意去思考 OK 時間有幾幾 上面最多 三幾 他不會幾幾 幾個幾 對不對 怎麼去解釋這個 我跟你講他有生有錢 他表示什麼 時間在跑 有意思 這小孩子很厲害 是不是很厲害 因為太陽 太陽變成這個 下一個在哪裡 其實他還沒有跑掉 他又看 放一支架子在這裡 他最多是Pizza 這時間看起來 有餐Pizza 沒有 要處理就放一個架子在這裡 厲害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另外四個 開始很有趣 他下一個在哪裡 下一個鳳梨在哪裡 他的下一個 就要去思考跳到這邊 再往下跳跳哪裡去 沒有 那變簡化了 下一個在哪裡 你要根據前一個 你這個變成圓形的話 就不合理 他到哪裡去 長形 為什麼變長形 為什麼變長形 來解釋一下 有人知道嗎 有人這麼聰明 我告訴你 我跟你講 這個 就像這個 這水 滾動 這個 數字就跑出來了 1234 一片片葉子在上面 有厲害嗎 有聰明嗎 有聰明嗎 有的那時候 吉他老師說 吉他老師你想太多了 你用大人的想法套在小孩子身上 把他想到太厲害了 我有沒有想太多 沒有 你看上面他會想 這另外是什麼 一台車對不對 他不是只有下車 車可以下車 蛤 蛤 沒有啊 我知道啊 車當然也有鱗 鱗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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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這個 有聰明嗎 真聰明 我告訴你 這天才 從三度空間 加上時間變成四度再拉回一度 他在不同的像度裡面 悠遊自在 走來走去 天才嘛 我看天才小孩子 我當然很興奮 趕快他北部說 趕快送出國 不要留在台灣 要不然完蛋 對不對 就不要這樣想啊 沒有錯 但是北部不聽啊 馬上上了小學 就把他送到小學 結果回來以後 再來我這邊上課 畫鳳梨就像鳳梨了 畫越來越像的鳳梨 就沒有這種想像空間 就表示我們夠了 完蛋了 我請問你 這種作品 教到小學的老師那邊 是什麼樣子 去發脾了 你在跟老師開玩笑 不止於給零分 就說這什麼東西 把他丟到一邊去 對不對 勉強給你六十分 現在又不能打罵 去發脾了 等你畫到相縫裡再叫過來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 所以我們 這個小孩子後來就上了 師大數學系 後來到外國很有名的大學念 現在博士大 做博士後研究 他就是 他就是數學的天才 他後來上了師大數學 為什麼師大不是台大 因為他學科都不好 在我們的體制裡面 他就不能上台大 他只有數學滿分 出國但是他就是天才 所以這種的天才 在台灣的教育裡面 變成什麼 比翁才 騎掉了 死掉了 其他科還沒有科 那時候要怎樣 所以我們的天才 是去用教育招塌掉的 我們大部分都是這樣 你剛才要拿到 科技在考什麼 就考大量的記憶 然後快速的背送出來 你沒有在自己思考 我們的科技都是這樣 連庫就是那兩個小時 老實叫你把它背出來 我們都不知道 以前就這樣走 以前只有10% 10%的人 可以考大學 要穿在哪裡 去學校找職業學校 不然就落馬學去混 混時間 混到畢業 拿個學位去 去青菜找個頭樓 他們都來當人才 要讓他們的系統 考一記憶 那也不一定是天才 因為他考背 背他的那個什麼 流氓政府的 Propaganda 宣傳品 背的第一名的話 就考高考 當公務員 他就繼續用 他用一套系統 給你篩選 篩選變成聽話的人 會背送的人 會執行的 百分之百的人 來修理 出的都不是 自生自滅 給你找頭樓 我們台灣人都變成這樣 這就是系統 所以這個系統裡面 固然如此 執行系統的老師也是很可惡 對不對 所以我一陣子就想 這老師有問題 好 我再講一個故事 我以前研究所 是在美國東岸的一個 長春人學家念的 結果 來 下一張 有沒有看過這個 沒有看過 在座有看過舉手 沒有 大家都沒有 視覺上這是全新的東西 你不要看見 我跟你講 我唸那個研究所 他們就有那個 Defense 就是辯護你的作品 期末的時候 你把作品 我是藝術學院 建築學院裡面的藝術系 畫就擺出來 擺出來的話 他們就全世界有名的 一評家會坐在下面 那我要跟他講 我為什麼要這樣畫 一評家就這樣這樣 坐在前面 就批評你的作品 批評的時候 就突然有個日本教授 我跟他講他一多次 就站起來 說 你沒有去過歐洲 我就批評了 我說怎麼回事 照理說 你就講我的話 你管我有沒有去過歐洲 這句話有意思 他也是很有名的藝術家 說你沒有去過歐洲 那時候 當下我沒有回應 我就回去 幫我媽媽 跟月洋電話 說今天教授給我滾開的 是日本人給我滾開 說我不會去過歐洲 為什麼這是滾開 因為在那個學校裡面 沒有人沒有去過歐洲 因為那個名校 大家都去過歐洲 我是唯一有台灣人 我不會去過 不然這個暑假你回來 我給你送去歐洲 所以那個暑假 就去歐洲 參加團 那時候想說去 大部分都採購團 我去得那麼撩西干 所以我就做什麼事情 我想說選一個團 這個團裡面都是 剛好有一團是台南那邊的 一個國小老師 全部退休的 他主團要去歐洲 我想這團應該 老師的水準不錯 師專 師大畢業的 教書教了一輩子 退休一起出去玩不錯 來 下一張 不好意思 我看這個可以按下一張 小子有辦法換下一張 第一站都在這裡 這裡是哪裡 有沒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嗎 誰人說 對啊 梵蒂岡 這裡有什麼建築 梵蒂岡沒有錯 梵蒂岡在哪裡 在意大利的羅馬 梵蒂岡是另外一個國家 對不對 這裡面有一個建築物 很有名 全世界有名的 蓋了120年 聖彼得大教堂 沒有錯 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 16到17次 蓋了120年 120年 上課不要講話 上課講話 不要說話 我聽我上課就好了 來 這個 第一站我們到這裡 你看這邊人 最高的路 走到這裡 一點 裡面只有一個雕像 就幾個人館了 一層樓 三四層樓以上 上面都是雕像 12個門 聖彼得大教堂 以前沒有在鋼骨結構 只有九頭 十塊這樣堆起來 包括那雕像也是十塊 120年把它蓋出來的 120年就蓋好了 都九頭 沒有鋼骨結構 沒有按摩頭 來 下一張 更近看 是不是看得更清楚 你看這雕像 不得了 那時候真的是歐洲這個 藝術的精品 來 下一張 從上面 往下看 看羅馬 團體鋼的全景 來 再下一張 它的內裝 你看那一陣 大理石的地板 上面路平磚 路都不平 人家那 十六十七是一些樓 大理石磚鋪的平平平 很平 又漂亮 這邊有一個神龕 裡面就是雕像 三層樓那個放在裡面 有的放到第二層 上面 有漂亮 很漂亮 來 下一張 正上方看 看到這麼漂亮的東西 大家應該正常的反應一下 淨雄的歡迎一下 很正常 這是正常的反應 還有人 偉大 請敬畏之心 教堂設計就是讓你 離開人間 往上看 對不對 往上看看見什麼 造物者 對不對 上帝 然後你就開始敬拜 這是教堂的目的 就是這樣設計 沒有錯吧 然後呢 我那時候在看那時候 本來很高興 頭就低下來 後面出了一聲 我怕一聲 他說這樣 這沒聲 跟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不對的 這個反應很奇怪 跟我嚇了一跳 這麼漂亮的東西 怎麼會有這種反應 這種反應是怎樣 他怎麼知道 他說這沒聲 拉得很低的層次 他沒什麼 說不出嘴 我想說 完了 剩下我的這個旅行 在歐洲大概也完蛋了 為什麼 這位老師有這種意見的話 出了要看什麼 然後就這麼多 文藝復興的這些 寶藏 在一眼光中 來看著這樣的時候怎麼辦 對不對 這麼好的藝術品 被他看得沒聲的時候怎麼辦 沒有錯 後來我們在奧塞美術館 法國 歐西館 到美術館一進去的時候 當然就看畫了 突然之間這群老師不見了 不見了 不管他我繼續看 兩個小時以後 我走到禮品店 就是下面有一個coffee shop 我坐那裡 那頂老師坐那裡 徐老師來 他說什麼事 你怎麼穿那麼久 我當然也穿那麼久 我在看圖啊 穿那麼久 那有工夫要怎麼講 這麼有嘉賓 喝冷氣來蒸 如果要看圖 那小店就買了 上面還有說明 就買了就好 我問我要看是看真品 不是要看這個印刷品 這頂老師已經被 被印刷品 被這種複製品 取代了真實的東西 真實是藝術家畫的作品 他習慣看 課本上的 picture 不是真的東西 他沒辦法像真的 只能看圖面 你懂嗎 他習慣看假的 不能看真的 我們這些人也是這樣 我們習慣在謊言中長大 當真理進來的時候 我們聽不懂 對不對 我們在網路上看美女的那些宅男 我請問你 每天那個宅男 那女生 美美的就照一張相 那不是美女 不是真實世界的人 所以這一宅男不能結婚 有困難 為什麼 看到真實的女生是摸得到的 會打得上的 上廁所會錯的 會流鼻水 她會老的 不化妝也是不好看 早上剛醒來的時候也是另外一樣子 這才是真實的女生 這種美你看得到嗎 這種美你看得到嗎 看不到 因為你習慣網路上的那種2D 3D的看不見了 因為你已經習慣在這種世界裡面生存了 所以你真實世界的人 沒辦法欣賞 真實的人生你沒辦法過 都在虛幻裡面在過日子 我們台灣人就是這樣 我們過去那種假的謊言 一直騙騙到今天 聽到真理出來 法理出來 哇 勇氣了 沒辦法 沒辦法 還不行 都說這種話 為什麼 我就要想 我是老師 我也是老師 敬禮老師是出了什麼問題 敬禮老師如果去 教我的孩子會怎麼辦 你怎麼就叫他們 糟蹋去 就是糟蹋 你的孩子就算是寶貝 在你眼中生出來是個聰明的小孩子 在他手上就完蛋了 叫他們糟蹋去 沒錯吧 系統已經勾爛 再加上這種老師 就完了 不怪我們在座各位都欠財貝 到今天 剛剛那個小孩子我看說視為天才 我一直把他當寶 結果他父母親不把他當寶 把他送去正常的學校裡面去上課 就是這樣的結果 他過了一段很辛苦的日子 才走到他真正要做的事情 很辛苦 很累 這就是我們的過期 我們成長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知道嗎 上過我台灣死的 因為你是奴隸 你戰敗 我們幫你糟蹋 你是資源回收人 不要說那麼多 我現在繼續講 這些老師發生什麼問題我就想 我老師 我也是老師 我要怎麼幫助這群老師 他們出了什麼問題我在想 結果我發出答案 兩個 簡單的 我當然有四五個 其中講兩個 大家乒乓一下 一個就是 他基本上是沒有這個capacity capacity 下一張 我先解釋前面那個動作 那個老師 把批評說這個沒什麼 直到這裡 它叫trivalize trivalization 就是把它鎖碎化 微不足道化 把東西看作沒什麼東西 明明是在這個位置 把握在這裡 trivalize 把它微不足道化 而這個字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經常在做糟蹋的事情 但看他的好的東西 不給他該有地位 那就可以trivalize 下一個 他會做這個是有原因 因為他基本上沒有很耐 來吸收眼前所看到的東西 他不知道他該看這麼偉大的東西怎麼辦 怎麼的 這一角來 而且群 Twilight 群到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他程度很激 就很激 就是這樣 那怎麼樣讓它能夠看得到 我跟你講 什麼叫capacity 能耐是什麼 比如說滿桌的好菜的好吃的東西 放在桌上 你吃不下去 為什麼 你肚子這樣而已 怎麼吃得下去 增加你的肚量 大胃王 increase your capacity 才吃得下來 再吃下去 那怎麼樣增加你的capacity 這有幾個元素 其中一個叫做language 語言 你要很多這種語彙 比如說它沒有藝術的語彙 它來到這個地方就像要吃也吃不下去 要有capacity 什麼樣的語彙 藝術的語彙 藝術史的語彙 視覺的語彙 我跟你講 如果我知道中文 英文 日語 台語 北京話 法語 我的世界是不是比你的世界大 只知道中文的世界 當然是 為什麼 一個語言代表一個觀念的系統 譬如說 我們不一定說英文比較好 我們說台語 黑拼拼 青順順 白蒼蒼 紅既既 你要怎麼翻成英文 後面重複兩個字 紅既既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黑拼拼 黑既既 黑媽媽 黑舌舌 黑也有 是啊 英語要怎麼翻成這四個 黑只有黑的 後面再兩字 所以美國人的世界 就沒辦法看你這個世界講的東西 一樣 我們去看英文裡面 Postmodernist 他們想 後現代主義 那是什麼東西 他們不知道 那是另外一個世界 Avoir Bonjour 那是法國的世界 你要怎麼知道 什麼 一句說 黑得死 怎麼解釋 都不行 你跳了另外語言 你就無法看到 他世界的東西 所以要增加你的語彙 所以你語言能力要增加 可是語言不是只有講的語言 還有什麼 視覺的語言 聽覺的語言 嗅覺也是 法國人發明嗅覺 他們有嗅覺的語言 對不對 語言很多種 你說你要吃熟成牛肉 一克三千塊 怎麼不可以吃 他說不簡單 就吃下去 不會 我說你糟蹋了三千塊 為什麼 你不曉得不信 他說紅酒 以前不是台灣人好去的時候 開紅酒 說三枚我喝十萬塊的紅酒 笑死人 我說你糟蹋了十萬塊 那一群老師在那邊 是不是很奢侈的下午茶 是不是很奢侈 花十幾萬去黑酒去玩 結果Museum不去看 早去喝下午茶 你在台北就沒辦法做得夠了 那江湖要坐飛機 還戴幾個妹 還要喝下午茶 浪費時間 浪費金錢 浪費生命 真的不行 所以你要increase 你的capacity 嘟到好的問題 那時候都會有興趣 你增加 你會增加語蕙 過去我告訴你 講到語蕙 我跟你講小孩子很多種 有些小孩子是靠聽的 有些小孩子是靠聽的 有些小孩子是靠看的 有些小朋友一定要肢體語言 所以小朋友你叫他坐牢 不可以當對話說很痛苦 他就是要跳 他就是要動 他就是靠近老師 要抓老師 他這樣獲得語言 肢體語言的溝通 我們教育只是一頭而已 你如果沒考數學 村內都不吃庸才 哪有一關事情 對吧 所以大象所有的動物 所有的種類都是比賽賽跑 公平嗎 大家都比跳高 動物都不一樣怎麼跳高 是不是 可是你的標準就射一樣 沒有跳過一百公分的都不是動物 有些什麼事情 不是很好笑嗎 對嗎 是很好笑 這就是capacity 你要增加你的capacity capacity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vocabulary 就是智慧 你除了語言 你跟他說我可以演技 This is a book 這樣而已 我跟你說 你的英文單字沒有超過兩三千個 一萬個 你就不要說你會演技 對不對 我法語我只會講文句 那算是我會講法語嗎 不是耶 所以你要增加 語言下面的叫做智慧 大量的智慧 你才可以講說 Master這個language 你才會說我對這個熟悉 所以你要這樣說起來 我跟你說 你台灣人不是很會玩 算說很會獎金 我跟你說 這招招的獎金 這頂老是最浪費錢 為什麼 單位時間你花那麼多錢 你沒有賺回來 對我來講賺回來 十幾個小時 我看到好好的東西 我一直蒙蒙吸收 你沒有能耐的話 這錢就是彈出去 就是這樣子 浪費 人的生命也是就這麼短 你這段生命你拿來用什麼 你如果沒有足夠能耐的話 你這個生命就過去了 時間很高 每天去跑步 你沒有這個能耐 身體連累好是要做什麼 你沒有這個能耐 對不對 你台灣人的生命還算在這裡 把你的生命賺回來 怎麼賺回來 就是增加你的能耐 增加你的語彙 增加你的智慧 還有一點 還有一個叫什麼 Decoder 解碼器 解碼器是什麼 語言就是解碼器 我有概念透過語言傳給你 你要你知道的語言 吸收到腦裡的解碼 變成概念 你才知道我在做什麼 中間有一個 Encode Decode的過程 解碼編碼的過程 你需要解碼器 不然不一定要亂碼 比如說我到中國 去買一個什麼盜版的 拿回來台灣放 我沒辦法看 你就買一個解碼器 清晰的畫面 對不對 或者不同的那個詞區 都蓋了 都清晰了 所以這個藝術品 在這些老師眼中看來 是亂碼 這什麼外國 看沒有 三個都沒有 所以要給它解碼器 解碼器 接下去 我還要告訴你們 各種各樣的解碼器 今天來上我的課 我會給你們很多的解碼器 好啦 再下一個 我今天不要講它有時間有限 但是我講的解碼器 capacity 還有 capacity有正面的也有負面 台灣人 你不要講它沒有能耐 它有什麼能耐 它有吃垃圾的能耐 我跟你講 電視那麼爛的節目 螃蟹都抓起來 說到生的東西 螃蟹都抓起來 聽不懂 但是第一集的東西很有興趣 電視上 誰人抬誰人 誰人被誰人陷害 還是什麼 螃蟹都抓起來 就是吃垃圾的能耐很大 因為我們被垃圾養大了 什麼是垃圾 提供垃圾就是電視節目 那裡面全部是垃圾 你想說 要時間去看 你就不斷的去教育自己去吃垃圾 本所大人 出了果就沒有用 就沒有漏用 你就永遠 維持在那個低下 中下階級 永遠是這樣 來這裡都例外 你聽我有話講的就好 村子繼續再過他的日子 你的capacity 有人經過很麻辣 聽到 跟人摸摸的問題 聽不下去 對不對 他的能耐就是 往下沉淪的能耐 越來越大 黑暗的越大 懂得什麼 幫派 組織 殺人 全有的沒有的 正牌 正義的 好的 善良的 美的 有愛心的 可值得讚美的事情 沒人知道 聽不懂 看不懂 人怎麼會這樣 你不要用自己的小眼睛 去看那個大世界 那會很慘 過期台灣人都是 會被打到旁邊 OK 我繼續講 有吃垃圾的能耐 沒有了解真理的能耐 這就是台灣現在的現狀 林農伴 你們都知道能耐 所以來到這邊 下一張 再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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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舉個例子 看著這張圖 聖彼得大獎堂 進去裡面 其中有一個雕塑品 來 各位 你們會不會欣賞這個作品 怎麼欣賞 它叫Pietas 米開朗基羅斯 畫的 雕塑出來 整顆焦頭做出來 大家形容一下 你怎麼欣賞這個作品 來 怎麼欣賞 來 講講看 你感受到什麼 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 我就看了嗎 沒那麼看 就這樣看了 然後就過去了 是不是 大部分台灣人都這樣 你們看到了什麼 會看嗎 我說你不在那裡看 在那裡看 請敘述一下 好不好 你看到什麼 瑪莉亞 很好 有人知道 還有呢 耶穌很好 你都知道角色 好 再來 然後就停在這裡 再來 看到什麼 你說什麼 材質 很有趣 完全不是這個故事 你在說亞洲跟他們老母的故事 所以你看看 台灣人是不是很可憐 不是故 那個已經死了 所以 你看看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 我給你看這個圖 你怎麼辦法 你送去黑酒也不好 怎麼看 好啦 我跟你講 台灣人是製造業 對不對 剛才那位先生 我們要講材質 好 我們就講製造業的語言 我用製造業的語彙跟你講 待會我再用服務業的語彙跟你講 接下去我再用藝術的語彙跟你講 先講製造業 對不對 整顆焦頭 怎麼看 一顆石頭 請問你 焦頭 那刀斷的刀斷 沒辦法 這就厲害了 一顆石頭 過去沒有那種技術說 我刻斷了 可以再黏回去 整顆石頭 如果刻斷了怎麼辦 重新再刻 一顆石頭 整顆焦頭 整顆的 沒在接下去 整顆焦掉出來 這一點就很厲害 對不對 然後我們講就是製造業的語彙 我現在用製造語言跟你講 再第二個 同樣一塊大理石 要刻出 男生 女生 死掉的 活的 還有衣服 布料 對不對 皮膚的感覺 剛才這顆酒桃 要刻出不同的質感 這個厲不厲害 從製造業的角度就是不得了 同一個石頭 我沒有給你換材質 同一個材質 要讓你感覺是像人的皮膚 像活人的皮膚 像死人的皮膚 對不對 要有布料飄的感覺 都要有 整顆酒桃 還有最後下面是石頭 還要讓你知道下面的基座的感覺 都不一樣 製造業講完了 我們現在後來不是幾十年前 我們進入服務業嗎 我現在就用服務業的角度來講 服務業要講什麼 服務業裡面其中有一個就是 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來講電影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定格畫面 你賣電影要怎麼賣 你是不是要有劇照 現在就這樣講好了 你要賣一齣 比如說Canon 你要去看電影 它是要給你劇照看 你看到劇照 消費者看到 這好看我一定要去看 買票進去看 你如果選錯場景劇照的話 什麼電影 不要看 對不對 所以你要選一個 高潮點 劇情的高潮 然後定格 然後賣掉 這個雕塑家不可能連續雕個十幾個讓你看 他一定選一個 這個雕塑家要考慮一件事情 我只能有一個形象 這形象裡面表情要對 態度要對什麼都要 而且最吸引人的 雕塑家一定是最好 最好人人的給你看 他能選這個點 他一定要選表情的高潮 然後定格給你看 所以這個創作的人要考慮很多 定格給你看 那為什麼是這個表情 請問你看到什麼 從這表情裡面看到什麼 來下一張 下一張更盡力的表情給他們看 來 不夠 差了 再來 還有沒有其他的感覺 成什麼 成就 成重還是成就 沒有成就 還有什麼 我跟你說你們都解釋錯誤 因為你們不曉得後面的故事 我跟你說你看 比如說半折直樹 他說 戲裡面最糟糕是什麼 表錯情對不對 表錯情最糟糕 明明戲 只能這樣微微笑 他就給我撒笑 這種戲你看不下去 沒錯吧 所以表情是戲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你要表現得剛剛好 恰如其分 不能假就不能減 所以他表情要剛剛好 可是這個表情剛剛好 你看不出來 為什麼你不曉得後面的故事 你怎麼知道他表情表對了沒有 如果故事不是這樣的話 他這樣表情對 所以你首先要知道他的故事 你在欣賞藝術品 不知道他的故事 你要看幾瓣瓣瓣 要看什麼 這曲子很好 會好在哪裡 講不出來 你故事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表的好 沒有錯吧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故事 我現在就要講故事給你們聽 那是什麼故事 我跟你講 在座有知道 不知道基督教的請舉手 基督教不知道 知道請舉手 請放下 這麼多知道的 我問你 就為了那個不知道 我要解釋一下 給我7分鐘時間 我講基督教 因為你如果不知道 基督教在講什麼 我看歐洲的藝術品都不用看 因為他們圍繞在這個上面 以前藝術品 給錢付得起 讓他做藝術品的 只有兩個單位 一個什麼 國王 聽 有權 權威有錢的人 另外一個就是教會 教會就可以給錢 給藝術家去做這個 所以只有這兩個 你不了解基督教是怎麼欣賞歐洲的藝術 你都沒了 你不種基督教怎麼知道民主制度怎麼來的 整個human civilization怎麼來的 怎麼啟蒙主義 怎麼文藝復興 這都不知道 我們不可以 有些同心在講說 你的時候都在講基督教 我還講就是講基督教 我不講這個 你們怎麼能夠跟世界接軌 全世界的人都在說這個 你不辦 你想說自己要閉門造居 台灣人最愛來一堂 不然你就都在中國的屬性裡面 不要看世界 那你就繼續跟清朝那一群 全匪之亂一樣 什麼刀槍不入 剛才外國人都死了 那就是中國有文化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不是資產的人 你拜的中國人 就讓人越敗越說了 你一定要知道至少 基督教在講什麼 好 下面七分鐘來講 基督教 我跟你講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大家今天有人大禮喔 徐老師 我想說宗教都勸人行善 偏偏不是 基督教就不是行善 反而你如果真的要行善 要進天空 那不可能 反而更糟糕 基督教不是勸你行善 基督教最重要的 重點不是在勸你行善 基督教還不是 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徐老師你後面說 我看很多都受死 加入教會怎麼不是 我說偏偏不是 基督教的重點不是在講這個 基督教是一個精神祭多 也不是 基督教也不是精神祭多 說你又弄錯了 那基督教是什麼 簡單說一句 叫人不會死 人會死 叫你不會死 徐老師你更是開玩笑 越講越離譜 我參加過基督教的追思禮拜 我也看到去過基督教墓園 不知道東西都帶起來 那你要先看我對死的定義是什麼 What's the definition for death 死的定義 聽我講完定義 你在想說我講的對不對 那什麼是死的定義 在原文的意思叫做separation 分開 什麼叫分開 separate就是分開 你死掉的時候 是不是靈魂跟身體分開 就死掉了 活是靈魂就回來 那基督教的定義 還有另外一個分開 就是上帝跟人分開 也是死 那叫靈你的死 前面那個肉體精神的死 所以救你不死是什麼 你跟上帝的關係會不會來往 你的靈魂回到肉體 所以要救你不死 OK 那有人說我死體已經火化燒掉了怎麼辦 很簡單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再造一個身體給你 你不就回來了 好現在有一個問題 基督教講的上帝跟我們認為的上帝 觀念是完全不同 我們想說人啊 做得好就變性人 性人後來變性 沒有這件事 在基督教觀念裡面 上帝是什麼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上帝 他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那叫做上帝 才夠格叫做上帝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難 所有東西都從他那邊而來 他在時間以外 beyond 時間 beyond 空間以外的存在 他創造這個宇宙 所以基督教的觀念 整個西方國家的 西方世界對神的觀念 不是像我們這款 為人並行 不是喔 他是向上帝創造人 觀念完全顛倒過來 完全不一樣 你不能同 所以這個觀念是不一樣 我再繼續講一句 好啦 現在說死 那就想說上帝造人是為了讓人死的吧 偏偏不是 那為什麼人會死 你要問下一個問題喔 為什麼人會死 為什麼 我跟你講 有一個觀念 我要帶出幾個觀念 一個叫罪 一個叫公義 什麼叫罪 罪 你要講老師 罪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犯罪 我走出 你先看我的罪 罪的定義是什麼 罪 在基督教定義有好幾個 其中一個叫什麼 你不該 我們以為罪都是 你不該做去做對不對 不好意思 基督教定義 你不該做的去做是罪 你該做的不做也是罪 兩邊都給你定義 都卡住了 所以世界上都有罪 還有一個定義 你不能說 我小時候做的 現在沒算 那過期的事情 錯了 你這輩子只要做過一次 因為上帝不做實驗 你做就是有做 一輩子跟著你 就是犯罪了 罪還沒有分大小 說謊不算罪 沒有是罪 還有呢 在耶穌還給一個觀念 祂不是根據行為 根據心理 比如說我心裡面 恨人就是殺人 我看見婦女 心裡動了一念 我就犯了奸淫 現在標準的就是唯心論 因為上帝看人內心 所以你心裡面 最後到行動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所有的行動 是來自於內心的醞釀 所以犯罪就是這樣 所以按照這個標準的話 所有事人都犯罪 母子人都會死 為什麼會死 為什麼犯罪該死 我再跟你講 死剛才不是分開嗎 上帝還有一個本性 叫做公義 justice justice就是賞善罰惡 你丟就給你獎勵 你不丟就給你犯 是很簡單 是很簡單 那你犯罪 所以他要怎麼 他怎麼罰你 就讓你跟他分開 就是這樣 你也不能給你抬 跟你分開 你跟創造宇宙化物的主宰分開 你就是死掉了 那就像死去 你跟創造生命的主宰分開 就是死掉了 那怎麼活 現在有一個問題 上帝是公義 現在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法官坐在那邊 奧捷犯人 你跟他手腳 這五年 關起來 那個工臺 那個死刑 送去 再來 這個呢 他判不下去了 為什麼 送來是他們兒子 這法官 接下來送來的犯人 法官是公義 很正直的話 應該才會判下去 對不對 可是他們兒子又愛他 這是我的兒子 判不下去 所以 英文叫做 就是卡在兩男之間 當然我講這個 只用人類語言跟你們講 那上帝沒有這個問題 我像人類所能瞭解的 其實說 一方面我又愛他 一方面他又犯罪 我 不好意思 我可以不判他 這樣上帝就變成不公義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如果按照公義判他 那這說我兒子呢 這就卡在兩男之間 那他最後怎麼解決 要找人保釋嗎 不好意思 犯人之間給互相保釋 然後大家所有犯人都跑出來 不行 一定要外面沒有罪的人 進來監獄裡面才保出來 無罪的幫他保 對不對 才叫保釋出來 那個時候全世界的人都該死 誰可以保釋出來 下人為無罪 就上帝自己無罪 所以上帝道成肉身 以人的樣式出現 就叫耶穌 他就來到目的 所以上帝來到世界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死 他就是要替世人的罪付上代價 就是要死 可是死掉就死掉 那又不對 那這個上帝 這個來的這個到底是人還是神 所以他還要勝過死亡 對不對 所以基督教的核心是什麼 耶穌的復活 倒不是聖誕節 基督教的核心是復活 你只要證明耶穌沒有復活 你就把基督教給毀掉了 你要毀掉基督教很容易 就說亞蘇沒有復活 沒有救 所以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 就是耶穌復活證明他什麼 他是神不是人 所以他死亡 世界上有史以來沒有人可以勝過死亡 世界上有史以來沒有人可以勝過死亡 所以這就是基督教講的核心 我也不是牧師 我也不是傳道人 我想怎麼說這個 為了要解碼器 我現在跟你講一個解碼器 就在這個地方 出彼的出彼的家 現在亞蘇的戲 所以瑪利亞現在的表情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他現在掙扎什麼 第一個 耶穌以人的樣式出現的時候 透過瑪利亞同女懷孕生下來 所以沒有帶著人的罪性 如果是人的信義生的話 是帶著罪性 他沒有 可是為什麼他定十字架以後死掉 送到他老婆的手上 當然沒有錯 母親的孩子 自己的兒子死的手頭 當然也傷心 這是很正常的反應 可是他more than that 他包括什麼 他整個信仰會在這邊崩潰 他整個建構 他說他是我的上帝 他剩下他知道這是上帝 上帝怎麼會死掉 怎麼可能 那時候耶穌還沒復活 耶穌復活這三天之後 現在是三天之前這段時間裡面 他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在那邊contempted 就是在那邊很困惑 所以他又憂愁又哀傷又困惑 好幾個名詞形容不完 最後就是用一個表情告訴你 這樣的表情才對 你說他哀傷哪夠 流眼淚哪夠 他現在是整個人的那個價值的系統 他整個生命的meaning 意義在這邊會崩潰 如果耶穌死掉就死掉的話 他會崩潰 我跟你講 耶穌如果沒有復活 他所有信的都是假的 整個就崩盤了 那很危險 那很恐怖 所以他現在卡在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他表情這樣對不對 對了 我跟你講 米開朗基羅厲害就厲害在這邊 他把故事抓到高潮點 人的掙扎的高潮點 抓到又抓到對的表情 又表現得剛剛好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所以難怪他叫做大師 下一張 會看了嗎 後來耶穌截馬 進下去你還看到這個圖 這什麼叫Dowtin Thomas 多疑的多馬 耶穌後來復活以後 他就說 請把那個手機收起來 好嗎 我真的很受影響 我跟你講 絕對把 先拿出去 先拿出去 不好意思 耶穌復活以後 有一個門徒 他說 我不相信 耶穌說 他就問你是人還是鬼 鬼不會吃東西 你問什麼 他就給他酒喝 給他拼吃 證明他是活人 其中一個門徒說 我沒摸到就不算輸了 我光看了還不夠 眼見為憑還不夠 摸到 所以耶穌說 不然你來摸 所以他就手指都探過去 但這個藝術家叫Caravaggio 他畫的有點誇張 手指真的串到這個下面 你知道為什麼這邊有個洞嗎 耶穌那時候要把它弄 為什麼要戳那個地方 以前羅馬兵釘 你在定價還不知道你有沒有死 他就給你戳一個 一戳下去 流出來的是什麼 如果是組織衣 跟雪橇板分開的話 就是真的死掉了 就缺了你死亡 才可以放下來 不然又活了 頭跑掉了 別這樣 所以是有這個道理存在 才有這個動作 才有這張畫 他告訴你 耶穌復活的故事 這樣你知道 現在你就會 到歐洲的Museum去看 看這些畫就看得懂了 我現在給你解碼器 我剛才給你解碼器 你才真正深入地去欣賞這個雕塑品 不是嗎 台灣人就是缺這一塊 你拿整個故事怎麼回事 怎麼去Enjoy這個東西 你都不知道民主的制度 精神在哪裡 你怎麼自以為民主 上街就是民主 不是這樣耶 來 下一張 同樣一個 很厲害的藝術家 他叫Bernilli 你看 這是年輕的肉體 男生帥 皮膚都好 跟瘦咪咪咪 對不對 可是他的作品 如果你是一瓶家 請你打分數 他是在講希臘一個故事 有一個男的追求女的 到最後一分鐘 碰到他的時候 那女的就變成樹枝了 他就不能Enjoy了 是不是 有點暢然 就是很悲慘的感覺 可是相較於 剛才那個故事之後 雖然他技術上 都到同樣的等級 技術上都很厲害 可是他選的點有差 前一秒鐘 後一秒鐘 前一分鐘 後一分鐘 到底誰比較強 你如果是一瓶家 給你做評判的時候 你又要看得出來 他所後面帶出來 故事的深度 廣度 夠不夠 好啦 下一張 尬很多 來 義大利羅馬這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水池 很有趣 這水池 剛才看完聖彼得大教堂 那這個不是宗教的 來 進來這邊水池看 你會不會看 也是不會看 怎麼看 那是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這是河繩 世界上四個地極的河繩 尼羅河代表非洲 Nine River 然後 多瑙河代表歐洲 然後橫河代表亞洲 那 南美洲就代表 美洲就代表這個河 四個河繩抓來放在那水池 這幹嘛 只是好看嗎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叫帝國 帝國說 以前河是生命的來源 一個文化發源的地 它的河繩被抓來 等於你的發源的頭被我抓來了 你生命源頭被我抓來 我就是帝國 只有帝國敢做這件事 只有羅馬帝國 極盛期才敢這麼囂張做這個 阿里布達的小國家 越南還是 中國怎樣做這件事 誰給你管過這麼大 是不是 要帝國才敢這樣子做 了解了嗎 帝國才會做這種雕塑 宣揚它的國威 所以帝國是要 因為我們的台灣 麥克風給什麼叫帝國 我們的觀念過不去 過不去 看不懂 現在講了你們看得懂嗎 下一張 多少年以後 當時的法國很強盛 這叫什麼 這什麼地方 有人講的更仔細 愛菲爾鐵塔在巴黎 不是巴黎鐵塔 愛菲爾鐵塔 那愛菲爾鐵塔幾根腳 幾根腳 四根腳 跟剛剛那個河地的市集一樣的觀念 但是 這個宣告另外一個帝國的開始 過去的帝國是什麼 陷地 騎馬 鐵塔 土地越戰越大越厲害 他宣告新的帝國出來 帝國是什麼 三度空間的 你們那個只是在騎馬打仗 那不算帝國 以後掌握至空權的叫做帝國 三度空間 那時候飛船 飛機就出來了 表示新的科技 新的定義 帝國的定義 重新定義 你過去不是戰地為王 那過去了 現在是 至空權的人是帝國 掌握至空權的人是帝國 來再下一張 再過60年以後 天空算什麼 我到宇宙去 哪一個 美國 對不對 是不是 發射阿波羅 我小時候看過 電視轉播 阿摩斯段 登陸月球 告訴什麼 這把這個limit再拉到宇宙去了 這才叫帝國 新的帝國起來 一個比一個兇 一個一個比大 一個一個比這個scale更大 對不對 來再下一張 這還不夠 最近是什麼 到火星去了 這叫curiosity 好奇號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剛才不是登陸月球 這個是要登陸火星 對不對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有人知道嗎 猜猜看 你有看到嗎 有一個數字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我跟你講 裡面有一個概念 一個叫衛星 一個叫另外一個planet 另外一個地球 另外一個星球 中間距離是 好啦 1500倍 嚇死你 我跟你講 地球到月球的1500倍 才到火星 然後 它真的是遙控車 遙控到那邊 收集資料 下一張 它到火星拍的第一張照片 解析度這麼高 在火星上拍的照片 火星 我們在說火星 收集上面所有的資料 即時傳回地球 這種叫做科技 美國做得到 跟美國做得到 下一張 叫帝國 這是什麼 你們再看不見 是羅浮宮 前面的entrance 入口處 那是誰設計的 有沒有人知道 貝玉銘 誰講的 不對 對 貝玉銘設計 巧妙之處在哪裡 它為什麼設計這個 為什麼是這個形狀 為什麼不是其他形狀 下一張 為什麼是這個 為什麼是這個形狀 我跟你講 這就是帝國的霸氣 他說我這個帝國是傳承 來自於從埃及遠古時期 埃及是人類有文字記載歷史最早的國家 五六千年以上 不是像中國好笑 黑白亂說 他是真的 有始可機 有做東西可以用 那他就要傳承 希臘埃及文化到希臘文化到什麼 一直傳承下來 他要繼承整個西方文化的 那個支牛 對啊他要繼承這個東西 所以他等於 羅浮宮代表這個文化是 從這邊來的 現在知道了 你當帝國不光是軍事 武力 政治 藝術 宗教 所有都知道是帝國 每一個人都夠為才叫帝國 你不要給我缺一樣缺兩樣 不叫帝國 全部到位才算 你光是武力強不算 什麼漢朝 什麼可寒打到 你像是修台狗 出的不好 你不要抵立國家 你不會給人民幸福 你不會給快樂 那不叫帝國 那叫惡霸 那不叫帝國 那什麼帝國 那我就繁榮 輝煌 氣度大量 帶著人類再往前走 這才叫帝國 不知道 像中國那種什麼叫帝國 笑死人 下一張 這是哪裡 有人知道的話 我真的要謝謝他 要崇拜他了 正確 你是學什麼的 你怎麼知道這個 這叫水晶宮 你學什麼 燒毀 你是學什麼 電子 偶爾知道這個不簡單 不簡單 我們台灣人經營 很好 沒有錯 1851年的時候 水晶宮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為什麼 了不起在哪裡 來下一張 我跟你講 當時的照片 我跟你講 當時的工業技術 可以去這間房子 怕死人 你知道裡面 大片玻璃怎麼輸出 你怎麼樣 在工廠裡面做大片 裡面多少 幾萬片 它裡面有一萬多個攤位 它叫萬國博覽會 讓大家可以去參觀 然後裡面包括水的系統 輸水系統 裡面有多少人要使用 裡面會有廁所 要吃東西 人來要停車 這都要顧慮在裡面 前面要炒坪 電力怎麼供應 燈光怎麼來 裡面 我現在說的都怕什麼 1851年 後來稍微 英國的那時候也是要號稱帝國 所以才蓋出這種東西來 1851年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講 下一張 帝國解碼 我給你很多 我們隨便看幾樣 我們現在講美國這個帝國 解碼器 我們隨便看 教育 我們看教育 我們待會再看其他部分 有教育 有夢想 有玩的部分 有戰爭武器 什麼都有 我講講講 來先講教育 下一張 這只是加州地區的大學 你看幾間 只有加州一個州裡面的大學 這裡面隨便講幾個名校 大家評判一下 史丹佛大學 U.C.伯克萊 U.C. Irvine Santa Barbara 這都是大學校 隨便一個都是世界級的學校 隨便一個都是世界級的學校 伯克萊 這幾個名校都在加州 都在加州 你有看過幾間 美國大學 這是一個很大的 Industry 是一個很大的 business 下一張 這是長春藤的盟校 這個是每年捐到長春藤的這些學校的錢 這是以billion billion是什麼 10億美金來計算 所以這個2.6就是26億美金的意思 26億再乘以30的學校的數字 那我們隨便看一個數字 哈佛是多少 32.3億美金 323億美金 這2台幣什麼 一條 一兆 一個大學裡面捐出去的錢 一兆 所有前20名的大學捐的錢 13兆台幣 我們的國民生產盟 大學 我們現在只是說人家的大學而已 長春藤 八所學校 名校有排給你 我們當然不是很會算 我給你所授 給你看 什麼叫做大學 他任何一 一個大學就一兆 哈佛捐出來的錢就一兆 你會怕死 我們現在只是講前面 一些學校它有幾千所學校 來下一張 來這什麼 再跳回前面再看這個 剛才嚇到大家了 那個肌肉男 我們現在講 這是教育的部分 美國有4495所大學 四年次的 再來 美國人在做夢 我們剛才講 不是太空船對不對 美國的NASA的預算 一年 Budget 是它的0.5% 是187億美金 NASA 就給他們開工轉 就算很燙了 我們還沒有講其他 戰爭武器的部分 40到50兆美元 武器市場會兆美元 那還不是剛才說的Villion Tillion 兆美元 這是戰爭武器 今天不講這個 我們剛剛講玩的部分 跟它玩 有Entertainment 有娛樂事業 有電影事業 有所有事業 迪士尼 什麼啊 對不對 好萊塢 不講這個 我只講運動 裡面四項運動的總值 比如說NBA 加NHL NLB 這些全部加起來 440到470Billion 每年 這裡面還不包括什麼 相關產品 你要做球衣啊 球隊啊 那些 我們大人扣這個賺不到錢 只是分到一點點的根 470Billion 每年喔 光完運 玩這件事情 在Vigos買的錢要多 下一張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其實是美式足球啊 美式足球前面的Lineman 每個都長得差不多這樣子 你們每一人有10條 200多公分啊 兩三百公斤啊 Lineman啊 不是只有這樣 這是美式足球的場地 美國每一週都有好幾個場地 他們不光是職業隊 他是從高中隊開始打 打到College隊 NCA的隊 然後再打到職業 分好幾個 這整個Business非常大的產業 到了一個地步 每個人要戴安全帽 我叫他撞一個死去 每年因為這個運動 死亡傷 受傷的不知道有多少 美國為什麼要玩這個 這個其他國家玩不起來的 其他國家跟不上的 歐洲勉強弄出一些隊 跟他玩 還是不能跟他玩 為什麼 美國人種很多啊 你亞洲日本沒辦法跟他玩 為什麼 你沒這種大拼的人 跟他玩啊 大拼速度又快 又跳得又比你高 來下一張 這個是高中隊 那是高中隊 高中隊就成這樣了 這是大學隊的 上面職業隊 這是他們球場 這是美式足球 來下一張 我隨便講一個 其中一個隊就好了 這是美國職業隊的各個球隊 每個球隊裡面有多少 每一場球賽有多少人玩 這是大學的 這是一個 Big 12的聯盟的球隊而已 都不同的鋼盔 不同的設計 每年有多少錢 就是投在這裡面 遊戲的時候就有一個 quarterback 前面有Lineman 有Defense 有Offense 有Second Team 玩法是非常大規模的 我跟你講 這像什麼 像戰爭 美國在訓練他們小孩子 戰爭 這些人 能夠當在裡面玩的人 到企業界都是一個很好的領導者 為什麼 因為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他自己的位置 我叫你在哪裡就哪裡 就玩好你的位置 你是Runningback 你就是Runningback 你就是Defense 你是Lineman 你有你的角色 你有角色 你要扮演好整個球隊才會贏 那種主持人 透過玩遊戲這件事情 遊戲很重要 你要會玩 這就是他們訓練 帝國的遊戲 你玩得起嗎 你根本玩不起 他們是這樣子連續 然後這些人慢慢一步 有的到軍隊裡面 有的到企業界 有的到商場 到各個產業去 都這種人 你台灣人那樣 要跟中國人看起 我真的是想不通 世界一流的國家 二流的國家 哪怕你不去抵折 抵折末流的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很可憐 事情是抵折的新民 去過個家裡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過去在系統轉換 日本帝國很強 威脅到美國 美國把他打敗之後 要毀掉之前建構的系統 但台灣就是一個系統 跟日本配合得很好 所以他找那個末流的國家來跟你統治 來跟你走投 其實台灣人品質很好 了解嗎 不要太瞧不起自己 過去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打過世界大戰 唯能夠威脅到美國本土的就是我們 要不要還有誰 但是我們戰敗了 我們要認輸 認輸要重新建構起自己的地位出來 我讓你看什麼叫美國 來再回去剛剛那幾頁 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講的 我們往下走好了 我讓你們看更多東西 我剛才給你們藝術解碼器 我給你們宗教解碼器 之後看懂藝術 我現在要跟你講立體畫派是什麼 來 再往下走 中間穿插一個叫遊戲 我們剛才玩那個叫遊戲 遊戲裡面有幾個原則 一個叫GO 目標是什麼 入爾 遊戲規則是什麼 Challenge 挑戰什麼 interaction是什麼 先不講其他 我光講最近 不是一群學生服貌去跟人家挑戰嗎 不好意思 你們玩的遊戲規則什麼 叫民族 民族遊戲規則比什麼 人多 阿瑪英九幾萬票這樣選 你們這學生幾個人 你要嘛你就在他的遊戲規則裡面 去推翻他 你做的動作像什麼 冰斗 大家玩得正好 你要嘛就不要進來這遊戲 你進來這遊戲 就要按照裡面遊戲規則去玩 你要冰斗 憑什麼 憑你幾千人幾萬人嗎 人那是六百幾萬票當選的 也就是說你要推翻整個民主制度嗎 好啦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你的民主制度根本不是假的 這是另外一回事 OK 你就不要給他玩 所以你台灣人為什麼要去投票 這就有趣啦 就好像街上有一個賤賤 給你拜託 說來玩喔來玩喔 算了有錢喔 台灣人說有錢喔 好來來來 這就是我們的選舉 人家設局在騙你 台灣人說真的去那地 早來去回家 對不對 現在算不算了 還在亂 也是在他系統裡面 是你自己不對啊 誰叫你要進去 不會去投票啊 我們出來啊 那個那一局本來就不是我的局啊 我也不是中國人 我也不是中華民國人 為什麼要去投票 你本人怎麼去投 流亡那名 西藏流亡政府到印度德蘭沙拉 印度人敢有去投票 選他的總理 沒有啊 不是很好笑嗎 那不是你內國的 台灣人去投什麼投票 莫名其妙嘛 但是他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想辦法吸引你來玩嘛 來喔這好勝喔 有錢好賤喔 來來來來 所以台灣人看著錢 就眼開了嘛 就一機了 一機就被奉勞了 就被人家奴役三代四代 一直下去嘛 一方面沒有錯 我們戰敗被人家統治 但是一方面也是 我們不承認我們戰敗 想說我是中國人 要挖聖的那一方 讓老王這給你騙 你就進入他的系統 被他管被他凝虐 就這樣子啊 會看嗎 這就是遊戲嘛 來下一張 不要去玩那遊戲就好 下一張 這立體話 現在看得懂這些話 他這些話都有一個共通點是什麼 來 再下一張 好 這張看得懂嗎 也看得懂 來再下一張 這看得懂嗎 這誰 皮卡索畫的嗎 皮卡索 看得懂嗎 我的課前後要串 為什麼 這跟第一張圖畫一樣 你從不同的觀點來看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的臉只有長這樣子嗎 這樣也是我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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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是我的 都在講我同一個人 你從不同的角度看東西的話 就把它放在一起 就會變成這樣子 臉從這邊看從那邊看從那邊看 都是人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具象 但是它立體化派 現在會看得懂嗎 我給你一個解碼器 解碼器是什麼 從不同的觀點看同一個東西 然後把它放在一起 在2D的空間上呈現出來 就是這個樣子 就叫立體化派 皮卡索1911年畫 你們現在已經看不見了 所以你們是怎麼樣 你們藝術系統能力 停留在一百多年前 看不懂嗎 你只能在印象派 之前那個稻草 那個你還看得懂 到這裡你就看不懂了 你沒有解碼器 劉環難民為什麼要教你 他們自己也不懂 所以你被他這種 這一層次再教更低層了 下一張 皮卡索說他的觀念 不是他自己獨欠創禍 他是一吵白人 吵下人 賽上 這是賽上以前的話 來 下一張 賽上後來晚年搬到 這座山的前面 躲在那裡 每一天就去圍山 下一張 後來畫成這個樣子 皮卡索說跟他抄的 誰看得懂這幅畫 沒給你解碼器看不懂 那我跟你講 你們當中有沒有寫生 有人去寫生嗎 在外面寫生的 有沒有 沒有啊 你都沒有上過美術課外出寫生 這麼可憐喔 有的舉手 很多嘛 還是有 寫生是什麼 就我以前最喜歡寫生 可以除了帶話具去 老師說自己還準備個便當 還可以帶吃 然後開始畫就開始想吃便當 就這樣 我問你喔 寫生的時間通常多久 早上八點集合 然後畫到什麼 畫到中午下課 對不對 接下來是自由活動 弄也這樣 有沒有人用寫生一個小時的 有點短啊 來不及話 有沒有寫生一分鐘的 有沒有寫生一秒鐘的 有沒有 有沒有寫生一秒鐘 有沒有 不合理嘛 來往回看 回到剛才那個寫實的 回到寫實 再上一張 這就是寫生一秒鐘 再往一張 這是不是寫生一秒鐘 是啊 全部定格不是嗎 盪鞦韆盪到一半停下來 不就寫生一秒鐘 是不是寫生一秒鐘 難道那個模特兒還會停留在 我跟你講 你去寫生的時候 早上八點 畫到中午我來看 同學 太陽都換位置了 你的影子怎麼都還在那個位置 還早上八點鐘方向 怎麼可能 不可能 表示什麼 你騙 你不是按照你看到的畫 你是在用記憶力在畫 你不是在寫生 寫生就是我看到什麼畫 所以回到剛才賽上那一張 所以賽上這幅畫就要做什麼 他就要調顏色調一調 這個是綠色調一調 畫上去 回過來看 怎麼變色了 太陽換位置 雲一朵過來 顏色變了 所以他就要調下一個顏色再畫上去 所以整幅畫看起來什麼 灰灰灰 所以這幅畫是什麼畫 是過去 比如說他畫了一個月 就是一個月對這個座山的紀錄 所以他什麼 觀察點不動 時間在變動 對不對 觀察點 他一直看座山 一直做紀錄 但是時間一直在變 隨著光陰在改變 他的看到東西就改變 比如說皮卡索看到這個 賽上是一個勾益人 一看我講的我也想 但是他不是聰明 像皮卡索他就用這個原則 把他倒過來 他說好 剛才是觀察點不變 時間變 那我現在時間不變 觀察點變 就變立體畫拍了 對不對 我同一個時間裡面 看不同角度 裡面立體畫拍 立體畫拍這個觀念不得了 一出來以後 整個世紀都被改變 怎麼改變 所以我看事情的觀點 可以有這麼多種 我舉個例子 同樣一個歷史 以前我們講的歷史都是什麼 哪個王殺掉哪個王 建立哪個王朝 對不對 這怎麼是歷史 有的人說 其他人不是人 只有你們國王是人 同樣那個時間 有好幾億人在那邊生存 每個人的故事都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你光寫那個 只是一個觀點而已 對不對 那我們有什麼 有化學史 有文學史 有藝術史 對不對 有女性觀點史 有化妝品史 隨便你 所以各種的觀點就進來了 所以好像開了一個潘多拉的河 什麼東西 所以就跑到藝術領域 下一張 我會嚇死你 藝術是什麼 觀念跟視覺 所以有個藝術家說 畫 先講這個好了 他說畫一定要畫到畫布上面嗎 不一定 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還要插壁雷針 雷打下來就一條條線 上帝來畫畫畫 對不對 可不可以這樣做 當然可以 因為你的觀點不改變之後 各種藝術就出來了 有的人說 他大地藝術 就對山頂拿一個推土機 把土堆到海裡面 繞了一圈 有厲害嗎 他那個scale 那個比例 對藝術創作的概念 一突破什麼藝術都出來 如果說藝術就是觀念這樣東西 好 他就給你一個真的椅子 然後畫出來的椅子 字典上定義的椅子 拆開來 這也是藝術品 這更了不起 這個人就說 好啊 我就把島用塑膠布全部圍起來 這只是船的大小 一家純的大小 塑膠布用粉紅色的布 把這個島圍起來 而且還不是一個島 我跟你講 幾十個島 沿著這個 要下一張 你看 這就是島 一個一個島一直下去 他就一直圍 這是藝術家 你看厲不厲害 他這個人就是這一隊 Crystal跟 Jandle Cloud 他把一個島整個包起來 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把整個海岸給包起來 這個是不是大手筆 這是不是大手筆 這還叫大手筆 我跟你講 光包島這件事情 就不得了 你要多少個人力 你要多少布 好不好 講布料 我們講材料 要多少人次 你只要請個直升飛機照相 可以吃肉飯了 你要多少條船 去把那個布鋪起來 你要從哪裡拿到這筆錢 來做這個預算 你要多久以前做這個計畫 然後河流的河是在流動的 你怎麼樣固定那個 塑膠布不會飄走 風向會改變 那都是變數 你怎麼樣去找一個 冤大頭 或幾個冤大頭 來付這筆錢 用完那些布鑰 用到哪裡去 你有想過嗎 這只有帝國的藝術家 才做出來的案子 嚇死你 這個是沿著佛羅里達州 這幾個島一直包下去 這有沒有氣勢 這個案子如果拿來台灣 就要浪費名字 不准做 笑 觀念要改 帝國就在玩這個東西 把火箭射到火星在幹嘛 不好意思 人家看到更大的 光是一個太空科技出來 衍生出來的科技 夠你吃好幾百年了 你今天用的手機 那些iPad 都是老早在太空科技裡面 用的東西 它噴一段 給大家用就夠了 下一張 這才叫抽象畫 這看有嗎 沒人看有 你們看得懂嗎 這個叫做 Richard Dippencore Jackson Pollack 1960幾年的時候畫的畫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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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幅畫都好幾億 十幾億台幣 不要開玩笑 這William Dekunin 那後來美術館都放這個畫的時候 就有點不爽 都放這個 我都看不到 東西放在那裡 還沒那麼多 所以有一些藝術家就跑出來了 他們創作 下一張 好啦我就做 大家都看得懂 你們看得懂罐頭 我就畫罐頭 他叫Andy Warhol 所以普普藝術家就跑出來了 瞭解嗎 他是他的反動組織 抽象表現主義的反動組織 就做了 下一張 馬列人聯盟路 那時候報紙一翻過來 都是馬列人聯盟路的消息 美女的照片 他就把它複製 簽上名 美術館給我放這個 我就放這個 來 他是一種 下一張 不要再看黃色小鴨了 這個比較有水準 對不對 真的 視覺上也比較好看 他是一個雪納瑞 這種梗類的狗 他就用花去做 他就是Jeff Quinn 你們去插這個 你看Baby這麼小 這麼可愛坐在這邊 也比較有品味 下一張 Roy Leckenstein 下一張 好啦 剛才講完 藝術立體畫派了 我們現在講下一個 我現在十幾分鐘 紐約 在1907年的紐約長這個樣子 這18多少年的紐約長這樣 你看電線 多到這種地步 我跟你講連自殺都很難 一跳出來就被線卡住了 全部被電話線卡住了 下不來 你看整個城市就是線 密密麻麻的線 後來才改成這樣 有線地下化 紐約才變成這樣 才整理乾淨 紐約做過好幾次的 全面大改造 以後台灣也是要全面大改造 留完紐約給你亂亂去除 沒有讀國土規劃給你破壞 上過台灣史都知道以前 日本時代多漂亮 對不對 來 下一張 好 存在感 講到存在感 還是要 台灣史已經聽過 我再講一次 你們沒有聽過台灣史的 我們剛出生的時候 怎麼知道自己存在 透過媽媽 餵奶 互動 你第一個跟人類互動 就跟媽媽 餓了 馬上就會餓了 媽媽就餵你吃飽 得到滿足 然後互動 在好給你浪 讓你開心 你慢慢建構說 我很重要 有人照顧我 慢慢弟弟妹妹 爸爸就過來照顧我 對不對 那你就慢慢 由更多人建構 你自己的存在感 台灣人的存在 人的存在感 是慢慢建構起來 建構的過程當中 如果遇到反面的力量 比如說 你把肚子餓 好 去我們餵水 寶寶會嚇到 我本來期望 出生在這小間 是要給我們照顧 要用幼稚的 怎麼這樣 把它扔下去 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 到育肉院裡面去 帶一些小朋友玩的時候 準備食物 帶他們做遊戲 有一兩個小朋友 就是不要出來 都在在床上 嘴巴繼續吃他的糖果 但是不要出來 後來我只要吃 就知道那些受虐兒 受虐兒 受虐兒就是小時候 剛才我講的 後來要吃東西 叫做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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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有受虐兒的傾向 他的存在感 在建構的過程中 被否定 他建構不起來 自己的存在感 非常低的存在感 就是他在想說 台灣人就是這樣 就是受虐兒 我是台灣人 你中國人 我台灣人 你中國人 是不是 這就是受虐 當你在建構你的存在感 的時候 不僅被否定 還灌給你另外一個名字 給你 說你其實是哪個人 很可憐 台灣人很可憐 所以就是受虐兒傾向 每次都死在臉上 好在有真理 把你們逃跑出來 就是這樣子 我講 我不講 你們怎麼會知道 我講了你們聽了你們 就建構起來了 都站起來了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 是沒有錯 你們過去幾人都告訴你 你是台日本帝國的臣民 沒有錯 但是你現在夠格當嗎 你站出去可以跟日本逼拼嗎 我們本島人 我們都已經 跟內地人怎麼逼拼 沒有錯 你的身份已經提高 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過去日本跟我們統治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身份 他們還不是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這一代要去改很難對不對 這代 那我們把我們的資源 好好的栽培我們下一代好不好 對啊 訓練我們的下一代有好的 藝術欣賞能力 好的身體的體格 正確的觀念 對不對 讓我們的下一代 優勢得擁重起來 撐得住這個國家 這樣才對 哪有說第一支那人會比較 去做人的奴隸 你到那邊人家要笑你 雜種的 好笑你 不知純種中國人 笑死了 你們上過我的DNA課就知道 我們純種的浮我摩殺人 對不對 順的 我們身上流的血告訴我們 現在講得很清楚了 下一張 我不講那個 這個就是那個圖 沒有上過我的課 就回去看我的台灣史論 下一張 好了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好了 今天10分鐘 我講一個故事好了 簡單的故事 越戰 越戰 先講 先講這個好了 整個現代主義 是基於這個基礎 這個基礎是什麼 一開始在啟蒙時期有R&D 就是以科技發展 迪卡爾發現研究方法論之後 人類開始從黑暗時期走到啟蒙 用邏輯 用研究方法 科學方法來研究大自然 試圖從中間得到一些好處 對不對 然後比如說它發現蒸氣 科學裡面發現蒸氣 把蒸氣應用到 它可以怎麼用呢 所以我們後來變成Technology 技術就出來了 就製造內燃機 Internal Combustion 對不對 內燃機出來 內燃機可以推動什麼 可以製造 改善我們的製造過程 所以後來就製造很多商品以後 送到市場去賣 市場買了以後怎麼樣 他就賺錢 賺錢就回過來 繼續養你的R&D 所以一個健康的循環就是這樣 整個健康循環就是這樣子 就是推動整個人類經濟 往前走的一個力量 了解嗎 大概知道 比如說我們過去台灣 大概只做這個 就代工產業 我們上下游都還沒整合 如果在這邊有上班的人 聽我講就知道 大部分好的公司都會播 每年會播 他income裡面的百分之幾 會回來做R&D 繼續生產新的產品 繼續在腦市上 以前那個市場是美國人在掌控 不是我們掌控 我們納賣也學會做品 就是要走到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這是一個Healthy cycle 推動整個經濟在發展 經濟發展 人類就解決很多問題 對不對 並被一致好 因為這樣的經濟發展 我們現在才有Variety 有Products給大家使用 各種各樣的產品給大家使用 你才有手機 過去如果那種給他吃三餐 日出而做日落而喜的農夫生活 不可能這樣 所以整個現代主義 資本主義 就是這樣在運作的 才產生現在人類的文明 我才有那種耳機 要跟你溝通 用Internet跟你溝通 你如果沒有這種觀念 這個帶動不起來的 下一張 我不要講那麼多 我講了 還有五分鐘 這個觀念我是之前一直講 很多人說 你如果說那些不太好 我反正 我現在也開好車 我也住豪宅 有什麼大不了的 我只管有吃有吃 有賺有喝就好了 錯了 我跟你講 這是奴隸階層的自由 你是可以買東西 可是你是奴隸 為什麼你是奴隸 比如說這是浮帽就好了 你在那邊抗爭有什麼用 他是在上面那一層 他定義你遊戲規則 不是你定義他的遊戲規則 是他定義你 那為什麼不是他來抗爭 是你來抗爭 就是你在下面那一層 你再怎麼抗爭也不會用 他就算香港也是做你的頭 對不對 香港也是老闆 那你怎麼辦 你沒違反 所以你就算賺了很多錢 你永遠是在努力階層的自由 你不是統治階層的自由 他的上面還有一個老闆 美國 我們這次對付他 你不要以為我們這個法理出來以後 台灣人就永遠自由 沒有 我們是進到另外一個系統 至少不要被中國人這個系統管 我們被管 你可能跟美國被日本這種先進國家管 我不要讓你墨三流的國家管 是這樣的 不是說以後台灣人都自己做主人 我們要做 不好意思 我很怕台灣人來做主人 以我們現在的看 你怎麼當主人 我告訴你 你告訴我怎麼當主人 你自己要重新建構軍隊武力嗎 要打 那時候有的人就說台灣人要自由 我說不好意思你首先要打敗美國 為什麼 他佔領 再來你要打敗日本 為什麼他是我們的土地擁有者 大日本帝國天皇 你要打敗他 第三你還要對付中國 台灣人說你這個能力 不要騙了 所以那些發台東的都是傻人 自己發發意 自己發得爽 叫他來做 沒有一個人敢做 我們先講很現實的問題 回到越戰路 越戰的故事 有一個越戰的人 你知道越戰嗎 就是美國跟越南打仗 一個美軍在越戰的時候 被關在俘虜營裡面 有一天他出來 他出來就回到德州 就帶了一個包包 回到德州的時候 他就 那個包包第二天跑到銀行 把那包包放在桌上 我要存錢 小姐說 先生你要存多少 我要存八千萬 要多喔 我不能處理 我要找我們經理來 有經理來說 先生聽說你要存八千萬 他說對啊 你要拿出來 就把八千萬的錢 用手鈴這樣扣掉 錢就拿出來 那個金利就拿出來看 先生你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這是大富翁的錢 大富翁 你有沒有玩過大富翁 那是價值 大富翁的錢 拿來存八千萬這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那個 越戰的那個隊伍軍人他講 我沒有在開玩笑 這個錢在我們越南 在越南俘虜營真的可以買東西 可以買古巴雪茄 可以吃牛排 法國紅酒 我要什麼特別service都有 這個經理也不是省油的燈 結果他回一句話說 只可惜你俘虜營關了 如果俘虜營還開的話 我倒是願意用一些美金 跟你換這個裡面的錢 然後進去俘虜營裡面去享受 經驗一下 了解這個意思嗎 1971年一樣 過去中國是改革開放以前 他的錢在外面不是錢 是不是 像玩具錢 銀碟裡面放錢 可是跟資本主義事業 並沒有建立 以前他需要的東西怎麼樣 以物一物 他跟蘇聯在那邊用火車 他說你減少民生物資 我有什麼原物料 我跟你換 對不對 以前他的錢不是錢 直到後來他發覺 整個資本主義愈尬愈大 但他生活條件怎麼那麼好 他羨慕了 他也想玩 所以他做什麼事情 改革開放 我就開放 我跟外國在談條件 我進去玩 大富翁的時候是怎麼玩 一開始一個人分你兩千對不對 你有沒有拿外面的錢來買 沒有啊 我就上了一張錢 你才開始玩 他越玩越多 所以一開始也是中國啊 你那個錢哪有 你說中國人賺那個錢 沒有啦 外國人那時候大量的送錢給你 以前你做的東西 外國人沒有人要 你做的毛裝誰要穿 你騎腳踏車誰要 所以你的製造業 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大量的西方的資金 進到中國裡面 教你做他們要的東西 對不對 他給你資金給你技術 讓你變成一個 資本主義社會有用的角色 所以你的錢是被騎出來 不要以為自己賺了很多錢 這就是以前的大風的一開始兩千 結果後來怎麼樣 錢賺多了對不對 照理說他應該用這個錢 去做什麼事情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提高他們知識的能力 讓他變成一個資本主義 裡面運作的一份子 結果不是 他這錢拿來做什麼 買武器 繼續前置人民的思想 是不是 還挑戰日本 對不對 他是來亂的 還是來玩遊戲的 他是要加入資本主義 還是要毀掉資本主義 你要知道他的動機 對不對 你一直鼓動民族主義 說難不成 你要毀掉資本主義 最後共產主義當天堂嗎 最糟糕的是什麼 他說以後不要用美金 用我們人民幣 那不就是說 你這度不要贏了 我新的鈔票一百 大風遊戲這個錢不算 一樣 這是跟翻桌子一樣 這是我說的冰度 遊戲你要進來玩 就按照裡面的遊戲規則玩 他不是 所以甚至於還打仗 所以美國還挑戰老大 他不敢直接挑戰老大 所以就找日本開刀 結果美國一看 這不是 這狀況不對 對不對 日本是一個模範生一樣 在資本主義裡面 是一個模範生 他有民主制度 有資訊的透明化 照遊戲規則 不會給人家仿冒 中國都來暗報 仿冒、偷、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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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惡搞的 到處去買石油 就是為了準備打仗 所以其他國家就開始聯合起來 對付這個 不聽話來翻桌的中國 你不然以為表面在看經濟 其實還是在掌握底下 現在知道了嗎 所以美國會做什麼 老大會做什麼動作 我要讓老三不要那麼笑 中國要調到老三去 日本會越來越大 所以整個整體重關經濟來看 日本會起來 中國會下去 一定的 我這個兩年前講到現在 就是照這個事情的發展 世界要穩定 不能有這種 就是野蠻人跑出來 野蠻人 就相對於在資本主義 他是野蠻人 因為他不曉得遊戲規則怎麼玩 你不知道遊戲規則怎麼玩 你不知道遊戲規則怎麼玩就毀了 智慧宅展的人這麼重要 他哪來跟你糟蹋的 野蠻人會對這個系統有好處 沒有 我會教導你 教導你變成文明人 才會讓你起來 你要變成有責任感的遊戲 玩遊戲的人 基本上對中國的態度就是這樣子 我們台灣何其有幸 在這時候剛好有一個 淘寶的機會出來 你要掌握這個時間點 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下個 各位同時我們學校的好睡 餐廳那邊用餐 下個休息餐廳那邊用餐 謝謝大家